再來關心第三十三屆金曲獎和往年不太一樣 睽違十七年遺失高雄舉行 而今年的星光大道主持人 張找來音樂鬼才黃瑄 以及客家妹陳明珠兩個人攜手擔任 至於眾所矚目的典禮主持人 則有國民鼓掌羅石峰獨挑大樑 連線記者有怨詞 設置觀眾第三十三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即將在七月二號高雄巨蛋登場 每年最受矚目的典禮主持人 也在今天正式曝光 就是近期轉戰網路平台的國民鼓掌 羅石峰將藝人獨挑大樑主持 帶領關心最新的宣傳影片 其實羅石峰本人 除了有豐富的主持經驗之外 他過去還曾經融獲金曲獎的最佳方言 男演唱人獎 還有金鐘獎的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 雙金殊榮 而過去他大多都是以入圍者 或者是頒獎人的身份來參加金曲獎 今年首度扛下的主持重任 羅石峰也表示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他說之前入圍是緊張而且快樂的情緒 不過今年擔任主持人 則是壓力和興奮兩種情緒都有 還透露當時受到主持邀約的時候 心裡還不斷的想真的是找我嗎 而目前羅石峰本人為了金曲獎頒獎典禮 目前也正在苦練身材 至於在星光大道的部分 今年則是請來音樂鬼才黃宣 還有客家妹陳明珠 兩個人攜手擔任這個星光大道的主持人 雖然兩個人過去沒有合作過 不過目前兩個人正在積極培養這個主持的默契 兩人一動一進的組合 勢必也為今年的金曲星光大道帶來不少火花 以上是我們掌握最新資訊 希望時間還給朋友